展现运求技巧极权问候 纽约市长三号亲自来到校园迎接学生 市长誓言保持校园开放 还搬出数据向家长喊话 因为纽约市疫情狂飙 一旦节那一个星期 平均每天新增1.7万人确诊 如今数字已经翻了一倍 我只是很害怕 我的孩子因为他有疾病 我还有疾病 所以还是很害怕 至少他不能在家中 收价开学 家长既是期待又怕受到伤害 专家出面解惑 学校有很安全的地方 当中有提供适合适合适合 例如衣服服器和症状诊 公家机构强制接种 代表绝大多数的职员已经免疫 搭配大规模检测 补齐人力空缺 就能兼顾安全跟学业 不过专家也强调 保护孩子最最上策 还是打疫苗 孩子的健康不能等 FDA3号决定 第三剂辉瑞疫苗 全面开放12到15岁青少年 以及5到11岁免疫力低下族群 间隔时间也从半年 缩短到5个月 至于是否继续下旧接种年龄 预计本周公布 大一新闻 邱凯文编译